日前来自多个族裔的公益组织联合举办了媒体座谈会 呼吁民众提升对即将开始的2020年人口普查的重视 有公益人士担心移民社区近来存在的恐惧 可能会加大加州人口数量统计的难度 从而导致未来联邦政府给予加州各项目的拨款受到影响 这场人口普查座谈会邀请的包含亚裔、非裔、拉丁裔 以及印第安部落代表出席 他们表示2020年人口普查已经开始 但是因为政府和国会到现在还没有优先支援人口普查工作 从而导致重要的准备工作进度落后 他们担心如果未来几个月仍然没有进展 将很难完成准确的人口普查工作 资料显示2015年财政年度加州获得760亿元的联邦拨款 这包括超过442亿元的联邦医疗补助 而这些拨款都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而决定的 在座谈会上 亚美公益促进中心总裁郭志明指出 由于目前的政治环境 少数族裔普遍对政府持不信任的态度 这样将影响民众参与普查的意愿 他呼吁少数族裔或者是无证移民不要担心 因为人口普查所取得的个人资料 是不会和移民执法机关共享的 人口普查是宪法的规定 每十年进行一次 将确定各州占国会多少席位和分配多少税收 所以人口普查的政治影响非常大 但有国会议员和维权组织担心 穷人、移民、乡村居民和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民众 在人口普查中可能很难被全面统计 天下未知记者马俊采访报道